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DA的手遊長線時間 本次的主題就是… 將將! 後稱有著文學級精雕細琢劇情演繹的 韓國塔房遊戲《未來戰》 雖然官方沒有明確給它一個遊戲的類別定位 我自己的遊玩觀像是很接近單線性質的塔房戰略 確實DA玩過的韓國手遊並沒有很多 這回《未來戰》吸引我的主要一部分也是美術風格 偏冷色系的美術風格 和前面提到號稱的大量文本讓我來試試看 絕對不會是你們看到的像是這個啦 這個啦 或者是這個啦 你們覺得DA是一個如此膚淺的人嗎? 是嗎?是嗎?你們摸著良心講啊! 《未來戰》的故事設定並沒有什麼特別稀奇之處 人類與侵蝕體分成了兩個世界 重疊的時候人類世界就會被侵蝕 而我們唯一的反擊之地就是遊戲中的主角群制裁者 有著各式各樣的抽能力來對抗這些侵蝕體 雖然劇情上就是簡單的SF科幻劇 對上異界入侵 但主角群的塑造倒是還蠻有意思的 像是女主角的劉米娜 就是個嗜才如命 說話直接不留情面的標準社會人士 以及歲數不明被眾人稱為師父的矮小少女 希爾德和這個咪咪眼的周時宇 那故事呢? 從劉米娜轉入這兩人的新隊伍開始 面對上各種輕實體的戰鬥 至於我們是扮演誰呢? 欸…劇情我不太確定有沒有明確講得很清楚 但我猜應該是這間私人公司的老闆 這台看起來智能不太高的電腦 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 讓我想起了克羅馬提高校的機器澤 嗯…長得也有八十七八項 至於比較重要的遊戲本身 分成了大地圖和白冰戰 搭地圖呢我方可以設置船艦 移動船艦對敵人進行攻擊 那當然敵方的回合也會反擊 而依據船艦的種類不同 可以移動的範圍也不太一樣 一旦接觸到敵人就會進入白冰戰 這邊呢就很像單線的塔房 看以往塔房不同的地方在於 未來戰沒有初級位置或者是路線之分 只有敵我雙方的旗艦位於畫面的兩端 只要出兵到最後 把敵方主堡的血量打光就算贏了 出兵呢當然也有所謂的cost 根據角色的不同 需要消耗的資源也不一樣 遊戲中呢也設置了兵種相克的概念 大致上是前鋒克突擊 克護衛克狙擊克前鋒 這樣轉一圈的輪迴關係 角色還分為全方位攻擊型 地面攻擊和對空攻擊 共三種的攻擊類型 全方位攻擊型的角色 在前期呢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除了我方能夠出兵外 船艦呢也能夠做出一定的攻擊效果 角色出戰之後呢是可以收回的 重新出擊到後方佈陣並回復HP 這點在戰略上就相當有變化 另外角色還有必殺技 可以瞬間造成大量的傷害或是輔助回血等等 有一些角色呢在進場也會有特效 像是七元牽下進場呢就有一個減張的效果 適當的讓他登場 對後期的戰局非常有幫助 這遊戲呢開局也有一個蠻大的優勢 就是必得一隻SSR 而且可以重複抽到想要的為止 欸不對 正確來說呢是有30次洗手抽的機會 必須要在這三次中決定 我這邊不管是多少次 都是ESSR、3SR的狀態 所以應該就是這樣的 可以找出自己最想要的角色 如果要我來說的話 伊莉莎白呢可以說是最適合前期拓荒的人選了 身為突擊隊員的她同時可對地對空 也有範圍攻擊和必殺技來控場 對於前期可能缺乏輸出的一般玩家來說 是非常非常泛用的存在 另外一個就是狙擊手的小林 有著超強的火力 被動特殊技和必殺 全部都是傷害的取向 缺點是只能攻擊地面的部隊 但由於低薪實在沒什麼好用的狙擊手 你玩到後期遲早得要面對這個坑 早期在初期的時連自選出來 也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缺點呢就是拓荒的時候用不太到狙擊手 除非你有玩到後期 不然小林的需求沒有那麼高 另外一個同樣狀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七元千下 初級的瞬間全隊減傷15%15秒 特殊技能和必殺都能夠幫隊友回血和AOE傷害以及debub 相反的缺乏有效的高輸出 在拓荒期一樣感受不到什麼優勢 其他幾位像是聖騎士啦 凱爾啦或千冬 就都比較微妙一些 主要是缺乏獨特的定位 不過這邊補一個不再守時抽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強角 就是這個看起來一臉雜魚樣的SSR士兵力量支配者 他是初期少數 還是唯一啊 我有點忘了 一個能夠對空的護衛值 稀有性非常的高 要是有抽到的話 記得練一練 不會吃虧的 而且這個遊戲開服的時候 每天都有送10抽 應該不要太飛的話 短期內隊伍就可以架構好了 除了基本的劇情作戰外 未來戰也有大量的其他系統可以摸索 像是PVP為主的聖凱 還分成了有電腦魔女的戰略對抗 或是自己下賞控制的排位戰 獲勝後能夠拿到專屬於PVP的點數 去兌換一些素材 不過你們也知道啦 DA其實沒有很愛PVP飛龍 破壞人與人的信賴 將逾越建立於別人痛苦之上的系統 但如果你喜歡研究對人戰的 應該會有不少樂趣 畢竟我們都知道 很多技能或角色在PVE或者是PVP底下 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 大概是這個世界地圖 可以開分公司 進行各式各樣不同的派遣任務 去獲得資源 和升級你的公司 也可以花鑽石或者是錢來越開越多 就會有一種 我真的是老闆的感覺 那這裡也有特殊的關卡可以進行 一樣打得越深層 拿到專屬貨幣 或者是累積各類型的物資 如果你要認真玩的話 是屬於一個不可錯過的迷宮 同時因為設定上 我們是公司的老闆 所以幫角色升級的畫面 也變得十分有意思 不像一般遊戲是升級 它的說法是薪資協商 所以會變成有種 老闆和員工之間在討價還價 而我們也可以主動提高加薪 來拉高大成功的機會和忠誠度 至於像是重複的角色突破上限的 什麼超越極限啊 提高技能等級的技能訓練啊 和拉高白質的強化 我就不多做介紹了啦 我相信玩手遊這麼多的你們 一定很快就能傷手 最後呢 還有一點必須要稱讚一下就是 未來戰還有特別推出 台灣限定的背景 可以在更改大廳設定的地方 換成這個九份的場景 是不是覺得格外有種親切感呢 結論上來說 未來戰在遊戲面上 沉寂了韓國手遊一貫的傳統 相當大量的系統 像是船艦製造 裝備升級等等 我剛都還沒機會提 以及兩套的PVP模式 也可以在外傳中獲得角色 如果願意花時間的話 未來戰有非常多的要素 可以鑽研和調整 若只是想看劇情的話 PVE也不至於太難 角色之間的對話還算挺有趣 再加上Live2D讓一些優點 也很凸顯出來 我是說動感 那種手握重兵器和肌肉之間的協調性 如果覺得人物夠香的話 爹是認為至少值得一試 還有AUTO和兩倍速來讓節奏更快 有達到現代社會手遊的合格線以上了 那麼本次的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按個訂閱點個讚 或是加入會員支持下爹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